政府資助的抗疫的士 負責接送輕症患者往返指定的診所 近日不止一名確診市民向我們反映 經救護車去到醫院檢查後 醫生子沒有需要留院 離開時想坐抗疫的士回家 但就被司機拒絕 對方表示不能由急診室接送確診者 令確診者大感無奈 不過根據政府的指引 醫院不屬於抗疫的士的服務範圍 根據醫務衛生署的指定診所 我們到當需要確診前接送診所後 我們通常放下後 他們看醫生的車回去離開 但如果非指定診所 或者非醫務衛生署指定的範圍 我們是不能做的 確診者被送往醫院後 若沒有需要留意 可以從什麼途徑合法離開呢 我們就分別向衛生署 醫管局和運輸及房屋局查詢 衛生署和醫管局就說 管理抗疫的士的實際操作 路視安排是由運輸署負責 而運輸及房屋局 就沒有就有關的情況作出回應 只是表示政府和的士業界 會繼續密切留意抗疫的士的 實際需求和運作情況 視乎需要調整車輛的數目 以及檢視服務的安排